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生先生 今次跟大家開箱的是Hire Toys 海亞玩具 1比12 Action Figure 就是德州電鋸大屠殺 但是是2022年的版本 後期的版本比較少有廠商出玩具 除了Hire Toys 曾經推出1比18的版本 還推出了兩次 分別是普通版和血腥版 去到1比12的6吋 首次推出的位置 看上去的造型已經能夠還原 看到封面剛才比較簡單 只是看到一個面具的模樣 還有一些心心紅紅的血 有些惡特恐怖的害怕 另外盒的後面有些官圖 還有一個QR Code 可以進去看看官方的帳號 事不宜遲 立即開出來和大家玩一下 鏡頭一轉已經開箱了 首先看看2022年版本的 德州電鋸大屠殺Action Figure 這次是1比12的版本 叫做Hire Toys 第一次出的 德州電鋸1比12的Figure 題材方面 2022年不算非常吸引大眾的目光 尤其作為一個恐怖電影迷 應該大家對這部電影的普遍評價都比較差 不知道為什麼會選擇這個來做第一個頭炮的Figure 首先看到配件都比較不算很豐富 都叫做基本上意料之內的東西 首先看看他的樣貌 因為這個2022年版本的電鋸老肥老 他的造型就是1974年完首第一集之後發生的故事 與時並進 他亦跟隨設定 現在應該是年紀老賣的一個老的屠夫 所以他的樣貌雖然是扣著面具 他也是選擇一個比較老的面具 去跟隨設定的造型 另外衣服的褲和圍裙方面 他也盡量做很多血跡給我們 但那些血跡先看看 就覺得他比較有膠水的感覺 即是張住了一塊挺硬的血塊 這個位置我覺得做得比較差 希望他下次可以改良一下用其他物料 因為作為一個恐怖電影迷 都知道血跡很難還原得到 很漂亮很像真和很血腥很逼真那隻 但如果用了一種方法 就會令到衣服本身很薄 但落得太多的時候 就好像膠水瓊了 那些位置就會硬了 摸上手就會知道有些不自然 還有一塊東西的質感 一樣東西就一般 但在圍裙方面 他就用了一個印刷的方式 印到一塊布上面製造 所以這個比較軟身 得來比較自然的感覺 不會看見不同的 可能做出來的時候 已經每一件都是一模一樣 另外褲方面 這條褲也比較像噁心顏色的褲 很髒髒的感覺 另外那雙鞋是一隻用來摺腳 一個是沒有的 就做出這種感覺給我們 打開它之後 也有插腰帶 還有那條領胎 原來也是用回當年1974年最原組的領胎 即是最經典的黃色的一個圍裙 以及PT Woman的那個造型 它也是插著這條領胎 好 那頭雕也是 雖然它就是做回一個 比較厚身一點的感覺 即是像一個人戴著面具的感覺 但大家也會看到那雙眼已經在裡面 也都做出來給我們 它比較血腥一點 整個就有很多 那些叫什麼 血的上色 但是最突压的地方 就是那兩個波哉位 它竟然是沒有上色給我們 這一個就真是抵打 打屁股 那就會很明顯 因為我那個波哉 你很明顯地會看到 手臂那裡 還有手掌互換的時候 那個波哉位都比較厚身 那你現在沒有上色的關係 其實看上去的視角上 就會很明顯地 就有一個很強勁的穿崩位 雖然我知道有很多廠商 例如做這些Figure的時候 那個波哉都會噴色 但是它們通常會很懶地 是已經插進去Figure再噴色 所以當它們活動的時候 這個波哉一動的時候 那個波哉也會跟隨移動的時候 就會見到一些沒有上色的位置 但是現在整個都沒有上色的時候 這個位置就可能要打屁股了 活動方面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類似肥佬的素體 我們摸到它裡面有個硬身一點的肚腩 應該估計素體都有特別薄身定做 那這個可動的手 因為剛才都說過 它那件衣服 有很多膠水血跡的關係 所以不知道會妨礙到那件衣服的活動 試一試 OK的 手肘也可以屈到它這個角度 應該用來揮墓電鋼 應該沒什麼難度 好 那雙腳的方面 雖然它現在穿了一條加大馬的褲褲 但看上去它都可以做到坐的動作 這件事真的猜不到 腳的活動能力原來看上去都很強 雖然它有時在這套戲裡面都是低下低下肥佬的狀態 走得好像很緩慢 這個活動方面應該都可以大致上應付到 是那雙鞋就因為整隻腳掌的關係 整隻鞋插進去的關係 所以接地的關節可能不會太理想 希望可以待會擺姿勢的時候再試一下 看看會不會真的這麼差 大致上我覺得滿意的都OK 另外配件方面 除了武器之外還有一些特效件 看看招牌的武器 電鋼絕對是少不免的 說明德州電鋼大屠殺 德州電鋼狂魔 電鋼就是它招牌的Signature的武器 一個比較綠色的電鋼 很多髒的血跡 裡面的通風位全部都滲到線 做一些強勁的舊化 電鋼已經充滿了血腥 看來這個又多漂亮 不錯的電鋼 電鋼也有一個特效跟著 電鋼特效是透明的血件 看來多正形通透 可以把電鋸夾住 變成一個揮舞時有很多血花 四淺的效果 一個特效加電鋸 另外就是一個招牌的錘仔 錘仔在電鋸佬的電影世界中 長期都會使用 有少少輕微的血跡 不是很明顯 有一個錘仔 錘仔也是一個特效跟給我們 挺好 可以這樣 幻想當它撥人的時候 就會撥到血漲都飛出來 一個撥人撥到血漲都飛出來的特效 另外就是有一個 一把菜刀 豬肉刀仔 細細把 一個木柄的賞色 加上金屬刀的賞色給我們 看上去的賞色其實都很精細 一把刀 好 也一樣 有一個特效跟給我們 所以一把血漲都放上去之後 就可以模仿 過來斬的時候 那些很噁心的血腥的情景 又湧在眼前那裡 好 好 那這個噁心的場景 當然少不免一個比較噁心的配件 有個配件配合分 整件事應該玩得更加開心 過癮和興奮 沒錯 就是一個 嘩 看看 爆炸頭 其實就是一個電影入面 其實都是由頭到尾的女主角 沒錯 她是一個女主角 當然到最尾的時候 她都很不幸 以為走得掉 結果是走不掉的時候 就被電具佬 一下子就撕了頭出來 好 頭紗下面還扣了少少的骨 骨肉 血 什麼都齊了 那對眼睛 看到她是一個印刷的方式去賞色 確保 絕對賞色 不會印歪 每隻隻一樣 但會比較看到 那些打印紋 我肉眼看 都覺得她都比較明顯 雖然她都是比較1比12的細 一個情況我都還可以接受 覺得OK 上色方面 我覺得 略嫌 那些膚色好像不夠逼真 血方面 我覺得OK可以接受 膚色方面 可能真的太白了 好 電具佬上面 就有隻手 已經是貼著頭髮 扯著頭髮 然後便宜她 如果我們找回一個 叫做女人的素體 然後加加料 這樣改裝一下 可以重現她被人騙下來的 噁心的情境 看你會不會去做 好 一個人頭 另外剩下的就是 手型 現在Figure手上 就是一對 可以給我們拿東西的手型 沒錯 一對持密的手型 我們應該拿電鋼 應該是非常之一流 還有拿她幾把工具 剩下的就是 不同的姿勢 手型 分別左右手不同擺姿勢的手型 可能擺一些強勁 有型的姿勢 都靠她 這些手型 全部也有上到色給我們 另外還有拳頭 一個是拳頭 一個是持密的 一個是持密的 可能拿大些武器的手型 好 另外最後的手型 就是 看看 一隻是放鬆的手型 一個也是持密的手型 OK 原來總共有幾款持密的手型 可能持不同大小的 粗 幼 武器的盆勢 可以用到 好 剩下的就是 一個透明的密實袋 Hilert Toys 一個專有的透明密實袋 方便你把配件 小粒的東西 塞進袋子 然後 塞進地台 這個地台 看到有皮簾的名字 可以打開 變成一格的櫃桶 塞進去 裏面這個位置 有一個洞 可以插回活動支架上去 當然活動支架 有一個底座 這個可以替換 如果你不想用這個洞 可以用這個洞 多有九個洞 可以插進去 你喜歡怎樣去插幾支的腳架 令到你這隻Figure 以及擺放其他Pose的時候 可以更加得心應手 哎呀 現在看到電鋸佬 拿著女之角的頭之後 都知道剛才發生什麼事 沒錯 肯定又跑去劏人了 這次Hilert Toys 第一隻1比12的電鋸佬 Action Figure 我覺得整體上來說 都算是合格的 價錢不算便宜 也差不多$600左右 價錢可能便貴了一點 配件不算非常豐富 但因為先天造型的關係 他不可以有幾個頭雕 沒有換過面具 可能比較寡 但作為一個恐怖的電影迷 即好像我這樣 絕對是收貨的 當然現在女主角 看到她拿著一個頭 想來想去 為何她不索性出了女主角 整隻一起出呢 可能那個換味 可能會更加重 作為一個雙Figure 雙人套裝來說 感覺上可能會更加好玩 但現在只剩下頭 剩下的身 可能自己有需要的時候 不妨幫她砌一砌吧 好了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希望你都喜歡一個 Higher Toys的1比12 德州電鋸大屠殺 2022年版本造型的Figure 我們下集再見面 就這樣吧 拜拜 好久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